猫神发文引泪目 AG在试惯是真的很有希望突破队史最佳成绩 梦泪在被狂魔哥内涵嘲讽 内容属实有点炸裂 明显就是看人下菜底 伴随着AG赢下狼队拿到A组投名 意味着他们下一轮要是抽到一个好签 近四强的可能性极大 甚至有可能因此直通总决赛 而猫神前面刚发文感谢了Fly 从两个人对话内容不难看出有意长存 只能说花海跟猫神互刚厚 出来战队的选手并不少 如今Fly虽然也成为了替补 但是他一直都站在猫神身后 然后就是梦泪在被狂魔哥内涵嘲讽 内容属实有点炸裂 他对待吕德华跟张大仙的态度好很多 反而每次点评梦泪都觉得 他不值得站在这个高度 只能说梦泪的脾气还是太好了 才会被他这么欺负 梦泪9.2张大仙8.6 我是真的不得理解 知道吧 我真的不得理解 就梦泪皮 哎我操 我刚说我梦泪从9.2变成9.0平分了 哈哈哈哈 我说实话 梦泪顶多就是个5.0平分的水平 知道吧 当初魔哥不是是某站出来的吗 如果大家之前都是某站的老观众的话就知道了 我之前在某站的时候 我的人气底三个梦泪 知道吗 那梦泪啥活都没有 纯靠吃赛事的流量 还吃不饱 穿不暖 要的钱还多 某站有亏了不少 某站前两年亏了不少钱 知道吧 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梦泪这里亏的 你为人处事有大心好吗 你直播能力有大心强吗 你的影响力有大心猛吗 一天到晚就除了那个破名刀 那个烂梗 还有啥活呢 不及我仙哥的一根毛 知道吧 凭什么9.0 知道吧 我真的为我仙哥名不品 关闭声音 聆听名刀破碎的声音 看到没有兄弟们 都2023年了 还一天到晚的名刀 名刀名刀 你干脆别叫梦泪了 你叫名刀代言人得了呗你 让世界静音 聆听名刀破碎的声音 他的粉丝觉得这种 这种 就这种话说出来 好像很好 很爽 很有牌面 很有实力一样 尬不尬呀 尬不尬呀 啊 尬不尬呀 我听了都尬 你们觉得尬不尬 让世界静音 聆听名刀破碎的声音 干脆你中二病犯了呢 这个必须异性 能不能零星啊 不能零星 最低都得零星 可恶啊 总的来说 AG这次试惯 只要稳扎稳打 突破对使最佳成绩 并非难事 要是因此 拿到首个FMVP皮肤 那就有点赚大了 至于狂魔哥开团 各个主播 观点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说到底 还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在他眼里 就没有主播比得过他 而在张大仙眼里 这类主播 为了热度 已经没底线 也曾说过 为了流量做出格的事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还是要专注于自身 大家觉得呢